让我感觉非常没有安全感 他总是不理解我对他的好 他不知道为了他我也牺牲了很多 他真的是太懒多了 我从来没见过像他那么懒的人 他对我总是很敷衍 一吵架就不理我 我不知道怎么办了 有请地队情侣有请 小王21岁来自黑龙江自由职业 小桑21岁来自黑龙江学生 欢迎哪位 这是你的男朋友 前面加一个定语 修饰一下你的男朋友是什么样的 懒惰的男朋友 他有多懒姑娘 我感觉我跟他出了一下两年了 我就像是他的保姆 他的衣食住行 生活体居都得是由我来照顾 就甚至到什么地步 就我没办法想象 我没跟他出了一下之前 这个人是怎么活的 那你说说你都为他做了一些什么 从来都不做家务 什么事都丢给我一个人做 就有一次我生气 你为什么事生气了 就是因为他懒 一天天就躺在床上 其他都是我自己熟识的 他吃饭得自己吃吧 吃饭那都是我把饭做好了 他吃 晚安他也不喜 不用你喂他吧 喂倒是不用喂 我说这样 咱俩规划一下 我先熟识厨房 你先熟识卧室 我熟识厨房 熟识一半 我听屋里咋没声呢 我进去一看 这人在床上躺着 然后我一问他 我说我不让你熟识屋子吗 你怎么躺上了呢 这个人就跟我 那我不洗衣服了吗 那我就看洗衣机 在那里光光转 他在床上一躺 那洗衣机洗衣服 也累不着他 就好像 这屋子里其他活 就跟他没什么关系了 然后还有 他这个个人卫生 也挺不注意的 经常不洗头 头和油油的 就在他工作的地方 他老板有一天 看他洗头了 都得破天荒 哎呦 你今天洗头了 然后还有他那个袜子 衣服裤子都不洗 每次都是跟我喊 哎呀 我没衣服穿了 我没裤子穿了 我袜子没有了 那你没有了 你跟我说有什么用 你自己洗啊 他不洗 包括他那个脚啊 他宁可光着脚去穿鞋 他也不说 他要去洗他的袜子 还每次的 我给他手洗 他那个袜子 就是这样 其实就是 他让我熟识屋子嘛 我就把地脱了 地扫了 就是桌都熟识了 那洗衣机都洗东西 我也不用在这 陪着洗衣机一块洗啊 我知道 在现实生活当中 有一些男性 确实是家务做的 不是特别好 他是属于不好 还是不做 根本就不做 那他在工作当中怎么样 工作那更是 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他之前在他朋友那里工作 他朋友都投诉到我这里来了 说他这一天也不行啊 一天就往那一待 什么都不干 然后懒懒散散的 我俩出了一下两年了 他换了能有五六份工作 不是嫌这个工作太累 就嫌那工资太少 从来都没有稳定的时候 是这样吗 不算是吧 那是什么情况 我觉得就是一个工作 我不满意 就是我觉得他的收入 跟我付出辛苦 不会挣笔 那就我不热爱这个工作 我觉得 不是 你想找啥样的工作 五六份工作了 你什么活没干过呀 餐饮也干过 什么快递债也干过 什么就算你喜欢玩游戏 你连游戏类的行业工作 你也干过 就什么工作你能相忠呢 就换了五六份了 到现在没有相忠呢 没有 就觉得没有合适你的 那游戏就是打游戏的工作 是我爱玩游戏 那工作我挺满意的 但你当时不说 那工作就是 我老回家太晚了吗 那不是因为你有把那工作推掉了吗 我是上大学 我每天早要起早上学 他半夜半夜回来弄得我半夜 我都神经衰弱 动不动我就睡不好觉 我想他找一份正常的工作 就吃点苦累一点有啥的呀 游戏工作是什么工作 网吧的网管 干过快递呀 嗯对 干了多久啊 一个月累不下来了 他那一个月的快递 就有一半的活都是我帮他干的 啥意思 我白天上学中午回回家之后 给他做好饭 给他因为那快递站就过我家小区里 中午做好饭给他送过去 下午就一直陪着他 帮他干活 就是什么分点快递呀 给人家送快递呀 啥活我都得帮他干 他有时候看我干的活 他就往那里做 他也不管也不动他 我天天跟他干活 就是天天给他干这些活 天天我这连轴转 就没有休息的时候 就周末 我做家务 上午做家务 下午还得过来给他帮忙 他就是挺心安理得的 后来我实在是挺生气的 我就说你把这工作换了吧 你这两年期间找到过一份你满意的工作吗 有吗 你也找到过 什么工作呢 网管这个 后来为什么不干了 就是网管这个 就是因为我回家太晚了 回家晚了 对 他不愿意 就后来就不干了 他不愿意你就不干 人家不愿意嘛 就是说影响他学习嘛 这小子除了懒还有别的吗 做事利索吗 能靠得住吗 拖泥带水根本就靠不住 就我在外地上学嘛 当时是从黑龙江要到沈阳 第二天要坐火车 就火车本来票都买好了 第二天就要上车了 他半夜跟人家喝酒去了 那喝到最后喝到不醒人 是让人家扛回来的 到了第二天火车也没坐上 你是不想陪他去啊 还是怎么着啊 没有 那我朋友也不是天天都过生日 我们很要好的朋友 好不容易过自生日嘛 然后就多喝点 多晚一点嘛 那他怎么办呢 第二天是没起来 那我后来也来了嘛 陪他一块去了嘛 行吧 您这责任心呢 还有啥姑娘 还有就是他一点都不体贴 就是两个人谈恋爱嘛 那女孩子总是希望 男方能多照顾照顾自己 体贴体贴我 就恋爱这种 就吃虾 扒虾这种小事 从来都是我给他扒虾 我要不给他扒 他就跟他挺着 他等着 你是不是给他扒虾的时候特快乐 到没 我觉得你快乐 要不然不会做的 一个人做事做的 不快乐怎么会坚持做呢 我要不给他扒 他不吃 他给他等着我 然后就有一次 我就挺难受的那天 然后我就想吃虾 我说我想吃虾 你给我买呗 他答应的挺痛快 然后把虾买回来 往桌子上一撇 人往沙发上一躺 过来指示我 说你来帮我把虾扒了 我说行 他这不是说好了 我想吃虾吗 为啥不是你给我扒 为啥是我给你扒虾呀 指示我还指示的 体力所应难的 男生你有爱好吗 打游戏算吗 你觉得算吗 看书 打游戏 我也就这点爱好了 他打游戏 占用的时间长吗 长 非常长 你有意见吗 有 就是他有的时候吧 就为了打游戏 他能工作去请假 就是我明天工作请假 我今天晚上想去打游戏 打一宿 这样我明天起不来 然后就工作就请假了 还有小伙俩 一有点时间 我想休息 他就想打游戏 他一打游戏 我还得陪着他 就陪着他一起玩 然后就经常就会耽误 各种各样的事 所以这么听起来 这小子其实不是懒 他只是对自己 没有兴趣的 或者不感兴趣的东西懒 是吧 我是这么理解的 你还喜欢看书是吗 对 他喜欢看什么书 你知道吗 不太了解 他一般就天天 绷着个手机 我也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书 那为什么你不跟他聊呢 你不是在谈恋爱吗 他在看书 你为什么都不知道呢 那有的时候他看书 我跟他说话 他也不搭理我 你今天大几啊 大四了 有什么打算 我未来是想去大城市 想去南方一些 有发展的城市 但是他就想在小城市 就觉得小城市挺好的 他不想去大城市那种地方 打平 他觉得那种地方累 他要去了大城市 你跟去吗 我觉得应该现在小城市 发展两年 因为我入社会是比较早的 就是他现在是学生嘛 他也没接触过社会 我也去过这种大城市发展 我觉得他应该现在小城市 发展两年 看一眼 就是有对自己的未来 有个定向 然后再想去大城市 你对未来的定向 是什么孩子 没什么定向的 没有是吧 未来打算怎么活着 找一份工作 就那么活着 什么样的工作 我喜欢的 你喜欢什么样的工作 就是关于游戏方面的 我想知道你们怎么认识的 很好奇 通过朋友认识的 你学什么专业的 我是学动画的 这个男生什么地方吸引你了 刚开始跟他在一起 我觉得他这个人挺有意思 很幽默 跟他在一块吧 玩的时候玩得很开心 因为一开始 出对他恋爱也没想太多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块 开心就挺好 但是接下来出了两年了 以后要是真的想过去的 不管他就说开心就能把日子过下去 你确定他幽默吗 刚认识的时候还是挺幽默的 你对幽默的理解是什么 没人风趣 然后谈吐什么的都 他有谈吐吗 就我俩认识 就是朋友介绍嘛 我俩其实就感觉挺合得来的 我也挺喜欢他的 然后后来就 你喜欢他我不意外 有人天天给我包虾 给我洗东西 我当然没问题啊 我是很喜欢的 一个风趣幽默的男人 怎么跟你待了两年 就变得连话都不敢说了 你没想过吗 有的时候风趣 反正就是也没用在正地方 就比如说 我正在因为某一件事 训斥他的时候 说白了就是他喜欢臭豆瓶呗 对 你正在训斥他 然后他呢 就开始跟我开玩笑 然后就好多事情就导致 说一半不了了之了 他都给我整笑了 你说我还能说他啥呀 是是 一般什么人 对什么人用训斥这个词啊 我求教一下 就是因为我跟他相处久了 我就越来越觉得 我像他的保姆 不像他的女朋友 保姆还敢训斥主人呢 大概这个词 在我们的理解里面 长辈对晚辈 妈妈训斥一下儿子 你跟恋爱谈得累不累 我问你 累 很累 那为什么不分开 怎么说呢 每次我一跟他提 他就想让我留下来 然后 他用什么样的方式 让你留下来 他跟我道歉 然后说 不是什么毛病 都能一时间改回来的 让我给他时间 他会慢慢改 我问问 你有什么毛病 你觉得 懒 懒 他玩 就是不愿意 做家务 不修蝙蝠 不做家务 不修蝙蝠 还有呢 行 你打算什么时候 把这些毛病改了 我也在 努力的在改变 也不是说 你为了 做了哪些 努力的改变 就是现在 我也会 自己洗衣服 而且我在 减少我的游戏时间 就是我 可以 就是不玩游戏 你在没认识他之前 是怎么活的 我也特别好奇 有人说 我跟他谈了两年恋爱 我突然觉得 他在没认识我之前 他是怎么活的呢 谁在照顾你的日常 我妈 哦 所有的事都妈妈管是吧 嗯 你不是说你出社会早吗 那你做了一些什么工作呢 就像服务员呢 网管啊之类的 就都做过 你在读一些什么书 就是一些 像 狼图腾啊 佐尔之类的书 哎 这是你爱的男人 他说 让我给他时间 他说他一定会长大 他之前给我许诺 他说他半年 一定会做出来改变 我把半年的时间 延长到了一年 但是 我仍然没有看到 任何的改变 就他还是什么样 就该是什么样 还是什么样 就让我非常失望 所以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 我其实就是 挺想让他 看明白 就是因为我 我每次说他的时候 他都会 就跟他谈论这些事情 他都会嬉皮笑脸的带过 你是想让四位老师 帮助你来教育教育他 是吧 对 那我们就理解了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我总结一下 这个男生 现在对这段关系的心态啊 懒 是因为觉得没意思 不上心 是因为不害怕失去 既不上心 又不愿意放手 是因为现在 还没有遇到更好的 也许你不愿意承认啊 但是我觉得这三句话 特别能总结你 目前对这段关系的状态 听完你们两个人 所有的故事之后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最大的问题是 这段感情 没有任何的 感情上的连接 比如说有些人 有共同的爱好 有些人有共同的话题 有些人有对未来 共同的目标和憧憬 你们全都没有 你们的所有的连接 都是一些生活琐事上的 比如说女孩子 给他剥虾 给他洗袜子 然后给他 就做生活上的琐事 除此之外 你们没有任何的 关于恋爱状态的 那种交流 一次都没有 这是一段恋爱吗 我觉得不是啊 可能更形象地来描述 男生对女生 就是一个室友 那你对他呢 既像是一个妈妈 又像是一个保姆 所以我很不理解的是 女孩子 你现在是一个 大四的学生 在我的认识当中 我觉得一个学生 就应该好好住在学校里 然后每天安心地学习 晚上的时候上晚自习 周末的时候 谈了恋爱 可以跟男朋友出来 看电影 逛街 吃饭 这叫谈恋爱 你失去了一段真正的恋爱的状态 所以你现在啊 所以你现在啊 就是两年的时间 经历过这些了 赶紧回头 然后我不论你现在再搬回学校里 还是跟 因为你马上毕业了嘛 还是跟其他的这个同学 一块在合租找工作 不论是怎样 不要再跟他住在一起了 因为你现在所有的付出 在他眼里觉得理所当然 没有任何的价值 我们可以付出 但是首先 这个人要认可我们的付出 他起码要有一颗感恩的心 如果这个人连一点点感恩都没有了 你一定要停止自己的付出 不要再去投入了 赶紧分开 21岁 人生才开始 我也在想他们俩为什么在一起 我想明白一点 他们俩都懒 你是懒得做 你是懒得想 就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看着他 也许他有某一方面打动了你 谈吐也好 表现那种状态也好 好的 你想去改变他是不是 但是你没有 你没有想到真正改变他的方法是什么 真正能够改变他的 就是当他觉得痛了 他才可能自己去改变 也就是说如果有两个女人离开他 他就会改变 一个是他妈 一个是你 他离开他会痛吗 你觉得 如果他觉得没有人给他包瞎了 没有跟他做家伙了 他累了 他痛了 他就得要改了 要不然他就去找他妈去了 所以原地踏步 两个女人同时在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改 而且还有 你懒在哪 你懒在不会去思考 他工作不行 就帮他去做 他不去做那个分检的那事 就你去帮他做 这事就解决了 当你去训斥他的时候 他一个嬉皮向连 你就逗笑了 你就不知道自己当时要为什么信誓他了 你都不知道他为什么惹到你生气了 你笑了 你是一个懒得动脑筋的人哦 你千万不要懒得去思考 然后被他带偏了 他说了 你应该啊 现在小城市发展 两年之后 找到这定位之后 再去大城市 千万千万不要听哦 我们都说 刚要毕业的学生 一定要去更广的天空 更好的这个城市市场去发展 千万不能 还没奋斗呢 就退了 他不去想未来 他没有规划 他的规划就是 只要能好玩的 别来打架我 只要我能有口饭吃 反正他不为自己负责 赶紧离开他好不好 如果你没有能力 去改变他的话 就离开他 救了他 也救了自己 就这样 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 他为什么还会有人爱他 第二个是 他身上发生了什么 我回答一下这两个问题 试着回答一下 首先第一个 女性的爱 它有两种 第一种叫审美之爱 第二种叫护弱之爱 你现在是启动了 第二种爱 叫护弱之爱 你把它看成了一个 真正弱小的 这么一个生命体 然后你竭尽全力 去保护它 因为你觉得 你所有的这些宠溺 都是一种爱的表现 爱的体现 好 但是 另一个角度 你又觉得 我在谈一段恋爱 那我就告诉你一件 真相和事实 就是宠溺是不对等的 当你对一个人 宠溺的时候 这个人一定不会宠回来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这个技能 一个长时间被人宠溺的人 请问他怎么去训练自己 宠别人的技能呢 你所有的护弱之爱 到最后都一定是你的 单方面的付出 所以你现在根本不是 你想象中那种谈恋爱 你是在养育 一只流浪猫和流浪狗 你就从野外捡了一只流浪狗回来 然后你好好的对待它 每天的去喂养它 不想让它去遭受更多的伤害 这个爱是你的想要的未来吗 不是 所以你想要去找一个 你可以依靠的东西吗 依靠的人吗 赵川老师一直在问你 为什么爱上他 他其实就想告诉你 你为什么不打开自己的审美呢 你和他站在一起的时候 你完全肆意地 让自己的母爱 在你们两个人之间流转 这就是你的爱的真相 第二个 就关于你 第一个 他不相信美好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就不相信我 我会遇到好事情 第二个 他不相信努力可以发生变化 就我努力也是没有用的 我相信你一定是有原生家庭问题的 但我最近一直保持一个观点 我们遇到原生家庭问题 就解决原生家庭问题 千万不要躺在原生家庭的问题上面 然后怨天尤人 最后觉得全世界都欠我的 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美好的事情 需要你伸手去拿 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的人已经证明了 努力他就是可以改变结果的 但是如果你就地躺下的话 对你来说当然无所谓 但你不要拖累别人 永远都是这样的 你千万不要觉得在这个世界上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美好 但没有一样东西属于我的 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的 说我去争取一些什么 所以当你永远看到当下的时候 你就真的没有未来 当你不再期待未来的时候 你当下当然也不可能向前迈出一步 要不要躺平21岁 你再想一想就这样 在你身上看到的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 你说他是懒 他不是懒 他叫差 宠坏了的孩子都会差 差在哪呢 卫生习惯差 一个人能够脏乱 差到不洗脚还不洗袜子 还得要女朋友来帮着洗袜子 卫生条件这么差 而且连点基础的自尊心也都没有了 还有什么差 能力差 因为能力差 所以工作不好好干啊 因为能力差 所以闲了无事的时候 也没有别的更加 让他觉得有意义的事情了吧 打发时间也就是看看小说 打打游戏了 他打发时间的方式 甚至都不是 您连他的消遣都不是 你只是他的老妈子 假如他说 我打发时间的方式是跟女朋友逗逗玩玩 跟女朋友去郊外踏个亲 跟女朋友一起玩 亲亲抱抱举高高 跟女朋友一起做饭做菜 然后让女朋友喂我吃 我们两个人小情小调的也可以啊 然而他的所有的休闲娱乐里头都没有你 因为你得忙着做饭 你得伺候他 没让你喂都已经是他对你的仁次了 而你也挺有意思 你站在这儿 你真的很像老妈子 就是包括你整个的这一个状况啊 就是那一种感觉 你要说是个妈吧 她不像 她真的就是有一点 又像姥姥又像奶奶 又像家里头不知是干嘛的 每天围着锅炉转的那样的一位女 就像3个人一样的 alarm 你越来越 Young Comic Comic Library 你以为你听话 你跟她的这种一样的 对象 我现在把天圓太阳 我的天圆 闭着锅炉车 2020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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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就我知道我是之前做得不够好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你 你也是把我带出黑暗的那个人 就我也在改啊 就是我也在改 虽然就是说还是会有一些毛病 但是我也一直一直在改的 我愿意为你做出改变 不要就分开 这么久时间以来 说真的两年了 不多也不少 我一直都以这种方式过来 真的也挺累的 说真的 你之前就跟我说会改 但是 就是一年时间我也没看到你改的地方 就对于我来说真的是 挺挺难过的 谢谢老妹啊请回 各位妈妈们啊 各位爸爸们 闺女儿的富养 不是啥给钱 是让她的精神世界丰富起来 儿子的穷养 说白了不是不给钱 而是让男孩经受逆境的考验 真别惯了 真别宠了 就今天这个出动太大了 来吧预测结果吧 我觉得女孩不会出来了 哎呀 她要能觉醒就太好了 男生会不会也懒得出来 她觉得困难太多了 说不出 那还是男生能出来一下好吧 我觉得也是说不出 因为对这个男生来说 就失去一样东西 这只是证明了她的逻辑 你知道吗 来米娜老师 算不出吧 我觉得她懒得出来的 我不该这么说啊 就我也没资格这么说啊 我就建议你 就你现在的人生 先不要触碰爱情 你现在需要同心去读书 要不然你在生活里 读那个生活的无字书 努力工作 在努力工作的同时 你也读一读 有字的书 多充实一下自己 你这样真的不行 我觉得如果你失去了 这段爱情 能让你的人生变得 重新站立起来的话 价值更大吧 你还有什么 要跟姑娘说的吗 对 真的就是一直在改变我自己 就 让我变得更好的吧 可我也觉得 现在自己不够好 行吧 你加油 好吗 加油 谢谢你 秦辉 祝这两个年轻人啊 以今天为新起点 找 你 你 我 感谢观看